好 簡介下來我們要來做第二題 齒規做圖的第二道題目 好 利用等線段做圖 然後做兩個線段的合 什麼意思呢 就是給你兩個線段 然後你要做一個新的線段 然後這個線段它的長度會等於這兩個 我們給你的線段的合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它說 以這ABCD 線段AB跟CD 如右圖所示 長度大概是這樣子 請你利用齒規做圖 要做一個新的線段 它的名字叫做EF 那這EF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要求 這EF的長度 必須要等於線段CD 再加上線段AB 就是這兩個長度必須要加起來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一樣齁 我們畫完圖以後再來寫做法 好 首先我第一步就是畫一個直線 因為我們在做圖的時候需要用到直線 好 那我們畫了一條直線 然後給它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L 直線L 我們做了一個直線L在這裡 那麼我們要找一個新的線段叫做EF嘛 所以我當然在L上面先把E給固定下來 那F就有一個麻煩 因為F必須要確定AB跟CD加起來是多長以後 才能標F 但是E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我們就在L上面 隨便給它點一點 隨便點一點 然後給它取名叫做E 好 那E就出來了 緊接著下來我們就要去找F 然後F麻煩就是它的長度必須要等於AB跟CD 那有兩個線段嘛 那我們先從短開始搬起來 緊接著下來我就有E為原心 要往它右邊開始下去 把CD給搬過來 那所以我E為原心 然後CD 線段CD長為半徑 這個時候我就要先把半徑給量起來 所以我就把這個 量 這個搬以某一個線段的工具 原規 移到什麼呢 CD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針尖的地方 對準這個C 然後把原規給打開 它的比心端 就對準D點 這個時候我把CD的長度給量測到了 這有點小小的誤差 這是因為螢幕做不到這麼細緻 那同學們 你們在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可以對的很準 好 這時候我就把CD的長度給取了 這個時候我就搬移線段CD的長度過來 那原則上你只要不要碰到原規的這兩隻腳 這個長度是如影隨形的跟著原規 好 這時候我就把原規給移過來 然後以E為原心 把原心給對到 身間的地方對到 然後咧 線段CD長度為半徑 畫弧 畫弧不用走長 有交到就好了 好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交到了 我把原規給擺正了 好 這個時候就交到一個點了 這個點我們給它取一個名字 因為F待會要用 所以不能用F 我們給它取一個 隨便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P好了 好 以E為原心 然後線段CD長度為半徑 畫弧 再往E的右邊 右側畫弧 交於P點 那這個時候 EP的長度其實就等於CD了 因為我這個長度就從CD搬過來 緊接下我要從P點繼續往後出發 往右邊出發 去把AB的長度給搬過來 所以這時候要動到搬長度的工具 圓規啊 然後我就把圓規給移上來 然後把真間的地方 對準A 然後咧 比心的端 一樣 量測到B點的距離 太長了 好 量測到B點的距離 好確定 沒錯啦 好這時候咧 我把這個AB的長度給帶到了 移過來 以誰為原心啊 我剛剛EP就是已經把CD搬過來 所以不要再以E為原心了 要以誰 以P為原心 從P這個點上去出發 然後再把AB搬過來 好一樣畫弧 誒 有交到就好了 好 畫弧以後 交於這個點 誒 這個點我們就可以取名叫做F了 因為它就是我們真正要的F點 取名叫做F 這個時候先斷EF 極為所得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小段這個EP EP的長度 就是剛剛CD來的 這EP的長度 就是這個CD畫過來的 然後PF的長度咧 就是這一個AB量過來的 所以咧 它兩個長度我都搬過來 所以EF確實會等於CD加AB 整個做法就已經做完了 緊接一下我們就來寫一下做法 好 我們來寫一下做法 第一步 當然就是做直線L 做直線L 然後咧 第二步 再咧 L上 這樣 認取 隨便取的意思 這是 做圖體常用的詞 認取1.1 因為我們要新的線段叫EF 所以我們就先把1找出來 認取1.1 然後第三個就要畫虎了 那先斑CD 所以以1為原心 為原心 誰為半徑 線段CD為半徑 線段CD為半徑 這時候我們要寫一個畫 叫做向1點的 右側畫虎 因為相加你如果畫的不同一側的話 就變相減了 像它的1點的右側 畫虎 然後畫出來這個虎 會交直線L 余一點 交直線L 余 好 我把原規搬走 P點 調直線L 以P點 就是我剛剛第一步 這樣P就出來了 那第四步呢 也是一樣 但是就會變成是 以誰為原心 以P為原心 以P為原心 然後誰為半徑 線段AB P 長為半徑 拿線段AB半徑 然後咧 向哪裡 一樣向右側 向呢 P點的右側 畫虎 然後一樣會交直線L 交直線L 把尺拿開 移到旁邊 交直線L 與F點 好這時候F點就出現了 然後第五步 我們就可以回答他說 線段EF 極為所求 就是你要的啦 極為所求 好 像這樣子 飛到做土裡就完成了 等於是把等線段做土做了兩次 然後他就會等於這兩個線段的加總 那只是跟剛剛有一個地方非常不一樣 就是要特別注意的 這個用原規去搬長度都是一樣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你要交代一下向誰的右側 然後這樣子才不會避免 按照我們的步驟 做出來勒 是不一樣的 所以多這個右側 讓他持續可以加總出去 這樣子 那第二題以後 同學大概就會比較熟悉 這個齒規做土的步驟 為什麼 因為他重複 重複在哪裡 以什麼為原心 什麼為半徑 畫虎 然後交直線L 於什麼點 大概就是這個動作的重複 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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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